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李嘉宇 新闻第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过去一周 美国平均每天192名儿童染新冠送医 由于Delta变种传播 美国儿童感染病例激增 CDC数据显示 截至上周二 过去一周 平均每天有192名患有COVID-19的儿童 被美国医院收治 与前一周相比 0至17岁的COVID-19患者 每日新住院人数增加了45.7% 进听开始 已接种疫苗 美国人可以进入加拿大 已经接种疫苗的美国旅客 获准穿越加拿大边境 但过程并不简单 游客在穿越陆地边界之前 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和冠状病毒检测报告 在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之前 航空旅客还需要提交 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报告 违造信息可能缴付巨额罚款 新冠病毒Lambda变异株破千例 美专家呼吁留意 美国疫情在Delta变异毒株肆虐之际 根据病毒基因定序结果显示 美国目前有1060起Lambda变异株病例 世卫已将其列为全球虚留意变异株 世卫怀疑Lambda变异株出现的变化 对抗体的抵抗力更强 含铁量不符FDA要求 Abo Group召回婴儿配方奶粉 由于产品每100卡路里 含有少于1毫克的铁空导致婴儿贫血 Abo Group召回部分婴儿奶粉 这些不同厂牌的产品从欧洲进口 并透过网络订购服务寄出 目前大约销售了7万6千个 家里有这些产品的消费者 请与厂商联络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